人氣話題來關心台灣本土確診個案 昨天回談到了二字頭 指揮中心分析主要是人流大眾行為 才會導致確診數無法下降 不過公衛專家卻直言 個案數降幅虛緩 這可能是不尋常的徵兆 尤其北北基陶是觀察疫情再起的指標 只要這些縣市的單日個案數高於前一周同期 就代表疫情即將往上 也有醫師建議 應該對社區中的陽性個案展開抽驗 確認是否感染了VA.5 進一步防堵疫情擴大 封國旅各地出友人潮變多 人流指數大幅回升 加上疫情虛緩 讓民眾防疫心態變得比較放鬆 這些都被指揮中心點名 是確診數降不下來的關鍵原因 不過新聞醫院副院長洪子仁分析 疫情降幅趨緩可能是不尋常徵兆 其中北北基陶是觀察疫情再起的指標 只要這些縣市出現單日新增個案 高於前一周同期 這代表醞釀一段時間的疫情即將走揚 不尋常的現象就是說 在我們從5月27的高檔向下以後 從來沒有再有要往上 但是最近這一兩周 有看到隱隱約約這樣的一個趨勢的 可能的一個發生 其實還是有一些隱形傳播鏈 但如果說隨著在台北 以及高雄陸陸續續出現VA5 勢必會對那些沒有打疫苗 或是打完疫苗之後 時間過久的一些族群產生影響 從七天致診數的移動平均值來看 雙北市已經持平一段時間 甚至還有點向上的趨勢 代表未來兩周有微幅向上的發展空間 就怕VA5傳播鏈 小小在社區中發展醞釀 推過未來RT值很有可能會上升到1以上 如果RT值升到1以上的時候 那當然這疫情就會慢慢的緩步的再向上 VA5的傳播的能力又比較強 可能8月中旬過後會有一小波反彈的一個情況 加收好醫療量能同時加強監測VA5本土疫情 針對陽性個案做抽驗 防堵疫情進一步擴大 自己就為你成見國外的活動